其實都是阿伯低口大口大口吃的 生炒鴨肉羹 但抬頭一看桌子前方有個盒子 伸手拿起一疊竟然都是發票 看了好一下竟然遞給隔壁桌女友 女友吃完鴨肉羹直接走過來 轉頭看得急眼 趁店家不注意 抓起後後一大疊發票 全部通通塞到包包裡 兩人立刻加快腳步離開 脫發票發生在嘉義新港知名鴨肉羹店 每張發票都用夾鏈袋裝好 業者一開始以為自己不小心弄丟 掉監視器一看竟然是被人偷走 清查發現被人一口氣偷走96張發票 把影片PO上網網友留言 都幾歲了還這樣不能輕易原諒 有夠扯 潮無言 警方巡線找到阿伯 歸還58張發票 但還少了38張 營業人可以跟我們國稅局 申報他遺失 那國稅局就會將這些發票作廢 阿伯跟女友偷發票 對講最後被依照缺到罪移送法辦 羹若跟業者未來則是小心保管發票 以免再被偷走 還要整批報廢跑流程 心更累 記者後關王書宏嘉義報導 我是方燕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燕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你可能穿這一個 女生嗎 對 看見警方到場 並讓他員工立刻上前 指出嫌犯的衣服顏色 與其還有些戰鬥 因為就在幾秒前 他遭對一方攻擊後搶劫 好 不要動了 走去哪裡 你幹在幹嘛 去被人家幹嘛 去被人家幹嘛 想逃跑可沒這麼容易 嫌犯走在棋樓 被警方攔截 要他交出犯案工具 竟然就是這把超級小的修容 用小剪刀 冤進堅持不敢置信 想不到這時 嫌犯情緒失控 趙元前撞上來 手上還只是放用的小刀 幸好警方沒受傷 但冰浪灘的員工 就沒這麼幸運了 我要搶劫 我沒有錢 我要搶劫 我的背怎麼一直吃一直吃 我轉過頭 然後看他拿剪刀 換我刺我肩膀這裡 袖出傷勢 手臂左肩紅仲海 留下刀痕 釋放在十一號晚間八點多 新北市三重 大永街上一間檳榔攤 甄免成心女強肺 在案犯案前一天 就來應徵工作被拒絕 隔天見帶小剪刀來搶劫 桌上的林淺和 沒搶成 轉身就落跑 犯嫌訊後衣 搶著未遂及傷害罪險 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都被抓 還說自己沒攻擊人 五十一歲的誠心嫌犯 過去就有妨害自由 竊到前科 這回事件長寒過地刑 好跑不到半小時 任災禁 警方首例 集中正文對宣 新北市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救護車載送病患 沿途鳴敵 但大型十字路口 車來車往 還是得先停等一下 但右邊方向 休旅車煞車離讓了 但下一秒 後方轎車煞車不急 猛力追撞 引擎蓋翹起V字形 休旅車則是保險桿撞凹 自己追撞車禍 發生在高雄前京區 救護車繼續載送病患 兩名駕駛沒有酒駕 自小客車駕駛行經入口時 減速離讓 卻遭後方自小客車 因為保持前車安全距離 發生碰撞 屏東則是轎車沿途完全不離讓 萬拉橋上救護車開在內線道不斷鳴笛 但前方轎車就是不離讓 鳴笛沒用救護車接著狂按喇叭 但轎車依然文風不動 完全不讓讓駕駛超傻眼 不離讓救護車最少罰三千六百元 但聽到鳴笛聲音記得警訴 查看救護車方向 以免發生追撞意外 記得當初王王書宏 高雄屏東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 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 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